我跟丸尹在整理自己作品 然后在思考这一次的展览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 这一次展出的作品 每一件作品里面都有关于绘制一个头颅 或者是说重现一个肖像 或者是身体这样子的段落 我们也开始去思考 就是记忆跟身体的关系 那我们都试图去噪音一个机体记忆 或者是历史 那其实展览的题目 它是源起于就是2018年 穿如透鞋这一件作品 真的被看见有人在那里要跳舞 我就是在巴黎一边一间玩具公司 我在那里做一场子 他是拍摄我的哥哥 当时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我们访谈了一位警察 然后这位警察的工作之一是 绘制嫌疑犯肖像话 当时他们在侦查一件案件 找到了一个女人的头颅 然后因为过于腐败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厌视他的身份 后来呢那个警察 就用他的绘画技术 然后用铅笔素描的方式 跟他的想象力 画出这个女人生前的样貌 就是说这个展览标题 是来自于这个故事 所以他也是从一个个人的 家庭故事开始 然后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兄弟嘛 就我哥跟我 但是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大哥 但是他在我妈妈怀孕的时候 他并没有出生 就是胎子腹中这样 也是因为那样子的关系 我就开始去思考这种实存身体 跟精神的关联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契机 我们后来2019年拍摄 《中人中医》就是 也是从一种兄弟情感跟连体故事 这也是从我哥哥的跟我聊的故事里面 去延伸出来的 那《中人中医》的故事 我是从童书里面看到那个 《中人中医》的故事 所以那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 所以后来我们是从兄弟情感出发 去拍摄《中人中医》的故事 但后来我们也发现说 《中人中医》的故事 它当然也不只是关于兄弟的故事而已 比如说当时《中人中医》分割手术 是在1979年 《美丽岛》杂志刊登了 关于《中人中医》手术的报道 但是他们将他们的身体 暗喻为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也就是说《中人中医》也成为了 80年代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象征 但是我们是试着从这种媒体现象 同性去思考他们非常个人的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去思考这种个人的故事 在这样子的社会里到底是什么 也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反思 我们去思考的记住 不只是呈现题材的一个方法而已 我们同时也会去思考 技术本身的伦理性 甚至是政治性 那我是特等射手 我在陆军官要 我在陆军官要联合入伍的时候 我是特等射手 我打得很准很准很准 比如说在事件现场制造里面 警察办案技术中 鉴刺技术里面 对于重现事件现场 或者是在线被害者身体的这种数位扫描技术 我们去思考这种技术本身的一种伦理性问题 在这些作品里面 我们都使用了他们的这些技术 去制作我们的创作 但同时我们也是反过来去思考 探索技术本身的问题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跟技术的关系比较像是 我们会去寻找这些在各行各业里面 使用这些技术的工作人员去合作 想要去探寻他们这些制作的方法里面 如何去呈现这样子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去跟警察合作 我们去研究一些关于他们的见识技术 或者是医疗上当时他们手术的 对于身体的复制技术 但这个复制技术里面的这种bug也好 瑕疵也好 或者是科技的阶级问题也好 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 对于这些题目产生了怀疑 就是说我们思考自己 然后变成创作 创作之后 这个创作又会回到生活 然后这个它也会是作品的一部分